开发者你好,欢迎你收看本次的视频课程 本次视频课程我们来了解一下产品的具体的功能和模块 在这节课程中,我们将来了解在本次课程中 我们所学到的各个模块和功能之间的关系 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小程序云开发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客户端和服务端 小程序开发和我们所了解的移动端的 比如iOS开发和安卓开发都是一样的 都是采用客户端和服务端开发的模式 其中小程序承担了客户端的任务 而云开发则承担了对应的服务端的内容 小程序和云开发相互沟通来协作完成我们所有的需求的实现 云开发也分为三个不同的模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三个模块各自负责什么 首先是云存储 云存储负责的是用户图片的存储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中 它实现的是上传图片 将用户拍照的图片上传到云端 下载图片 我可以浏览别人的图片 然后将别人的图片下载到我本地的手机上 以及分享图片 我们可以将图片生成一个临时链接 将这个链接放在电脑上 用电脑来浏览 这样用户就可以在任何设备上去查看我们的图片 其次是云数据库 云数据库是用来做用户数据存储的 比如说我们使用云数据库来存储用户的昵称 用户上传的图片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存储的用户上传的图片 它存储的是我们文件的fair id 真正的文件的内容存放在我们的云存储中 云数据库当中存放的仅仅是我们图片的一个路径 以及我们最后的云函数 云函数主要是实现一些在小程序端无法完成的逻辑 比如获取unfin id 我们需要在本地使用login获取到code 然后在code传递到云端去获取open id和season k 当然我们在云开发当中 云开发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其中绝大多数的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请求云函数获取我们的open id 以及想获取小程序码 小程序码我们需要在服务端去请求微信的服务器 来去生成小程序码 和我们最后的生成分享图 生成分享图我们往往需要图片操作 那么这个在移动端暂时是没有办法很方便的实现的 因此呢我们将其放在云函数中来完成 这就是我们在云开发当中所谓需要使用的三个模块 和他们各自所需要承载的任务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最后我们来进行课程总结 在本节课程中我们了解了在整个框架中 小程序云开发其各自的位置和云开发中各个模块 在整个系统中所承载的功能有哪些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